及吉祭武昌宫举办入伙安座周年庆 及大陆浙江省温州市泰顺郎桥动土点击点礼 县长年明珍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琼国良 县议员蔡忠志谢明谋 县长陈继衡及该公主委陈永奇 都到场祈求献进平安功成训理 并胖郎桥兴建完成后 为观光增加新亮点 吉祭镇武昌宫举办入伙安座周年庆 以及大陆浙江省温州市泰顺郎桥动土点击典礼 来自各地贵宾 宫廟代表及地方士生起举一堂 县长林明珍也亲自出席与会 场面热闹非凡 林县长表示 担任镇长的时候积极推动观光产业 让积极轰动全国 此次宣定积极作为泰顺郎桥视作地点 期盼再将积极观光推向高峰 同时希望有更多的历史古籍到南投建造 带动地方观光 历史文化发展 吸引更多游客 这个郎桥兴建完整之后 一定是全国仅有的第一个郎桥 我相信这个郎桥将来建造完整以后 会变成一个观光景点的一个非常好的亮点 再继续带动极其的观光产业继续的发展 所以这个郎桥已经一千多年的历史 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有历史性的代表意义 所以两岸的文化交流 大陆方面比较有历史文化的这些古迹 我们都非常欢迎能够到南投县来建造 来提供给国人来做观赏 球副会长表示 泰顺郎桥是古建筑物代表 历经唐宋元明清等朝代 浙江省泰顺县 由于郎桥数量众多 被称作为郎桥王国 郎桥以木拱结构为主 占现手工技翼至精巧 同时郎桥周边环境优美 此次特别郑重郎桥 增天南投人文气息新亮点 陈主委表示 南投市泰顺郎桥第一个出口地方 所赐于大陆地区之外的地方兴建 期盼未来郎桥及九二一地震 倒塌的旧庙以及相结合 吸引观光人潮 这座郎桥是全世界第一 出口就是来我们台湾 我相信郎桥 不是只带动一个观光 它有很大的意义 无情共显天上帝 希望我们全省所有的身心大帝 来给它参拜 全省所有的公邮 可以来跟帝阿公 来作修 这个公庆 这个工庆目前已经在大陆在煎茶 在煎 这买头我们这边来做好料理 它就纹过来 一直在美女的中间 就会来完成了 现场还有个人集团体 带来精彩舞蹈 戏剧等表演 获得民众掌声 吴上公表示 泰顺郎桥与一年后完工 造价约2000万元 完工之后将带动 积极地方观光产业 及旅游 农业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